常驻嘉宾有五位 姐弟档的温情温宁 智友档的小星辰宋子琛 还有一位是蓝氏的心晋流量 小生蓝景仪 节目的分工也非常明显 温情是胆量内挂的 面对节目组用来整人的怪物 和陷阱面不改色的同时 还要顺手拽一把温宁 小星辰和宋子琛关系很好 相较多年 配合默契 属于团队中的智囊团 达以解惑开锁都有他们的身影 而温宁和蓝景仪 可以说整个节目的笑点 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温宁比较害羞 也容易受惊吓 加上节目效果 大多数时间都被她姐姐拖着走 偶尔会一名惊人解开智囊团 找不到线索的机关 但大多数时间都充当吉祥物 蓝景仪则比较跳脱 哽也很多 是节目的哽王 她胆子要大一点 虽然不容易被吓到 但一旦被吓到 就会特别搞笑 整个走不出的密室的第一期 蓝景仪被截出来的表情包 是所有嘉宾中最多的 她本人的粉丝 曾一度希望她退出流量行列 加入喜剧邪星 并称偶像这个职业 限制了她的发挥 特别是智囊团中 还有个笑点其低的小星辰 一般蓝景仪的搞笑泡一过 后面的一分钟内 整个密室都只会剩下小星辰的笑声 宋子称捂都捂不住 走不出的密室 剧情烧脑 常驻嘉宾花样百出 如今又官宣了蓝忘机 魏无羡加入一期节目的录制 网上各式的通稿分塌而至 顺势扒出了几人的关系 温情和魏无羡合作过电影 关系不错 温情还替自己弟弟 向魏无羡要过签名 小星辰是魏无羡母亲的师弟 也就是魏无羡的小师叔 偶尔会指点指点魏无羡的演技 蓝景仪除了是蓝氏的艺人外 还是蓝家旁戏的孩子 和蓝忘机有着一层亲戚的关系 平时蓝忘机便会抽时间 指导蓝家小辈一些课业 蓝景仪又和她一样身在娱乐圈 于是单独指导她的时间便大大提升 这关系网一巴 网友不禁感叹娱乐圈果然是个圈 录制当天二人坐着同一班车来 在节目组接送的车上时 工作人员对二人进行了双人采访 问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后 便不再打扰他们 在来这个节目前魏无羡都非常兴奋 平时不演戏放假时 他都喜欢约朋友出去逛鬼屋玩密室 也因为常去的关系 对于来这个节目 他倒也不怎么害怕 但在思考了一番装 柔弱男子倒在蓝望鸡怀里的画面后 决定还是装得怕一点 于是他尽量摆出一副 渲染玉气的样子 转头对蓝望鸡说 蓝战 我有点怕 蓝望鸡扭头看他 魏无羡把眉毛拉得更低了 又说了一句 你待会儿要保护我 可是 蓝望鸡沉默片刻 可是你昨晚似乎很激动 一点都不怕的样子 魏无羡一噎 编道 那是因为要见到情姐和我小师叔 我开心吗 是谁规定的开心就不能害怕了吗 蓝望鸡想了想 最近补的什么魏无羡看鬼片 全程淡定系列汇总 魏无羡女鬼贴脸面无表情 喝奶茶合集之类的物料 迟一道 可是你 魏无羡 蓝战 我说我害怕 保护我一下怎么了 我 你就说一句没关系 我来照顾你怎么了 蓝望鸡 魏英我 魏无羡抬手捏了捏她的脸颊 将她的嘴捏成了鸭子嘴 笑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好说呀 可可 蓝战我好害怕 我最怕鬼这种东西了 一想到待会儿要碰到就吓死我了 你一定要记得保护我呀 蓝望鸡 蓝望鸡 好 魏无羡提高了音量 就这样 蓝望鸡无奈 好 我保护你 魏无羡满意地收回手 这还差不多 坐在副驾驶的制片围观了全程 打开手机给导演发道 收视率绝对爆了 闻 蓝望鸡为无羡录制的是第四期 这次密室的主题故事 是逃离废弃学生宿舍 一个校园鬼怪主题的密室剧情 整个密室非常大 从第三层要解锁到第一层 找寻大门的钥匙离开这里 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开 就会永久地和这个学校埋葬在一起 为了让嘉宾贴合主题 每个人都换上了节目组定制的衬衫校服 嘉宾均是俊男靓女 化妆师也统一上了清清爽爽的淡妆 看着倒真有一副重回学生时期的感觉 魏无羡脸嫩 穿上白衬衫像个高中生 他比蓝望鸡矮点 做完造型后便拉着蓝望鸡的手 他走在前头蓝望鸡跟在后面 向常驻嘉宾团所在的位置 一路闲逛过去 温情见到他时 第一个则出声 魏无羡 上次见你可还没这么小鸟一人 这段时间变得不少吗 魏无羡羊了羊眉头 得一道 那当然 这就叫爱情的滋润 温情 没夸你呢 小星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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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笑告一段落 魏无羡蓝望鸡 一个一个向他们打过招呼 轮到蓝景仪时 便见这孩子眼前一亮 为前辈你好 我是蓝景仪 是蓝老师的 哎 我知道 蓝湛和我说起过你 蓝景仪嘛 你好你好 蓝景仪惊喜道 蓝老师真的有跟你提到我呀 魏无羡泽泽有声地附和道 那当然了 我还知道你经常表演课打瞌睡成绩都比别人优秀 泽泽泽 可素之才 天生演员 天降紫微星啊 蓝景仪脸色一变 可不能乱说 我就打过一次瞌睡 两分钟之后就醒了 魏 魏前辈 我 蓝老师 我真的没有经常打瞌睡 他一边看蓝望鸡眼里 一边闪烁着害怕的光芒 魏无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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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小孩 怎么这么不惊斗 我开玩笑的 蓝景仪松懈下来 吓死我了 魏无羡问 你不会以为这也是蓝湛告诉我的吧 蓝景仪疯狂摇头 那不是 怎么可能 真的没有 在广场集合后 节目组便组织众人前往今天的录制地点 走不出的密室 每一期的录制场地都不一样 节目组背靠卫视 才大气粗不差钱 每一次的录制都会去到全新的地方 提前一周到剧组 便会前去布置场地 这一次校园主题的录制 场景变选在了位于市中心体育馆旁边的大楼里 节目组租下了大楼的下三层 作为这一期走不出的密室的拍摄场地 而体育馆也因为拍摄的原因 也被整个包了下来 广场外围围了一圈 来到现场探班的粉丝 他们往大楼走时 外层传来的尖叫声络绎不绝 引得路人驻足为观 站姐和接机时就来了的粉丝 一见到狼望机和微无限就疯了 红蓝两色的灯牌 在白天都闪得人眼花 微无限一路上都走在狼望机旁边 虽说十分矜持地 没有去勾他的手 但该扯的袖子照样扯着 一路走一路指着灯牌笑 那是一个写着望线百年好合的巨大灯牌 被三个望线姐姐举着 见微无限看过来 还十分激动地摇了摇 魏无限拉了拉蓝望机 指着灯牌就笑 爱蓝战 他们的灯牌越来越露骨了 这次是百年好合 下次会不会就举直接洞房了呀 蓝望机无奈道 魏英还在录制 魏无限不在意道 问题不大 节目组要是觉得不能播 就可以直接剪掉吗 蓝望机 好 魏无限看他 蓝望机又道 你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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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